1月7日,英伟搭载CES大会现场,正式推出了全新的RTX2060显卡。 这款新品搭载TU106300核心配备1920个流出理器,30个RT核心,240个DESA核心,120个材质贴图单元,以及48个光压单元最高主品,为1680兆赫功耗160万,采用6GB的GDDR6显存。 并拥有5GIGARAY及时光线追踪机能Ray Tracing,英伟搭此前已经推出了相对高端的RTX2080Ti,2080和2070显卡。 而新品RTX2060则主打RTX20系列的入门定位市场,虽然只是一款入门级产品,但按照英伟搭CEO黄仁勋的说法,它还是要比老产品GTX1070Ti更快。 对比更早的GTX1060新品,更是在性能方面,有着60%的提升。 RTX2060预计会在今年1月15日,开售价格是349美元除此之外。 黄仁勋还表示,从1月29日起,将会有40款来自华硕、Quip、Billianware等主流厂商的新笔记本电脑搭载RTXGPU出厂。 其中有十几款会采用NextQ设计。 在这批产品中,包括即时光线追踪在内的大部分RTIE台式机显卡功能都会被继承。 在现场黄仁勋还展示了两款搭载最新MAXQ方案的游戏本。 一款是内建RTX2080的MSIGS65STEALTHTHIN笔记本,它的性能号称达到PS4PRO的两倍,而且,也超过了台式电脑的GTX1080。 另一款是搭载对弱一些的RTX2060的ASERPRODATOR,它也能达到PS4PRO性能的1.6倍。 按照官方说法,基于RTX的笔记本,会提供1080P和4K的屏幕分辨率规格。 但刷新率方面,会是怎样目前还不太清楚。 黄仁勋称,RTX2080-2080Ti将与圣哥、RFM战地5两款游戏捆绑套装推出。 而RTX2070和本次发布的RTX2060子可以在这两款游戏中任选一款。 黄仁勋是CES上最受关注的演讲嘉宾之一。 过去几年,英伟达的主题演讲会把自动驾驶相关的内容放在演讲开头, 但依反常态的是,今年黄仁勋的整场演讲都围绕游戏展开。 他在演讲中花大量篇幅,展示了英伟达全新的Turing架构GPU。 以显示其与Tasked架构相比更为强大的性能,去年11月15日, 英伟达公布了截至当年10月28日的2019财年第三季度。 财报第三季度财报显示,英伟达KO3营收为31.8亿美元, 同比增加了21%,净利润为12.30亿美元,同比增加了47%, 这个表现虽然不能算差,但营收与预期均未拿分析式预期。 在这之后,英伟达的股价经历了一轮暴跌跌幅,一度逼近20%。 英伟达营收未及预期的原因是, 以特币价格的暴跌带来了挖矿热潮的减退。 英伟达为矿机准备的显卡大量预计公司,承受着清理库存的压力。 2017年底,英伟达显卡的价格被挖矿风潮,带动了水涨船高的时候, 大量的游戏玩家曾抱怨买不到货, 但现在英伟达显然又重新把希望放在了他们身上。 今天发布会之后,英伟达的股价上涨了6.41%, 但从更长的时间中来看,英伟达的股价在过去一年里下跌了39%。 与它是指晓得多的竞争对手AMD, 虽然同样也遇上了挖矿风潮,减退带来的不利影响, 但过去一年,股价反而涨了55%。 AMD不降反涨的一个原因是, 该公司的业务相比英伟达更加多元。 除了GPU,还有CPU,CPU业务的迅猛增长对冲了GPU业务的回事。 2018年11月, 德国最大电子零售商MIND FACTORY报告称 11月AMD已收割了69%的CPU市场, 销量比巨头英克尔的两倍, 还多当月卖出的所有CPU中。 几乎一半47%, 都是AMD的Pinaclish二代锐龙, 提图V-I-S-U-A-L-H-U-N-T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, 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号奇心。